在中国 城镇华的快速发展 为现代交通管理 带来了诸多挑战 而在伊山傍海的珠海 政府携手西门子 为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 带来了便捷而绿色的出行模式 我觉得珠海这个城市 街道很干净 人们很享受这里的生活 这里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 让我出行很方便 也就是这个城市的魅力 珠海国种交通方式都比较齐全 一方面我们有机场 有港口 有铁路 还有管道交通 这样这些交通方式模式 在方便人们的同时 由我们的管理带来了很多挑战 我们也希望通过 智慧交通的管理方式 来优化我们的交通 把这几种交通模式 都能够集成起来 最大的发挥它对城市发展 对人们出行带来的便利 我们现在交通信息中央服务平台 是对多数据源的一个整合交融分析 比如说公交车数据 自行车数据 四项头数据 为我们的政府部门提供了分析和决策的依据 同时也为市民展示了一个服务的平台 在这一服务平台上 市民可享受多种便捷功能 比如从多种出行方式中 搜索到最快捷的方式 任何跟交通有关的这些东西 我都可以通过我的这个服务平台来查询到 包括自行车 公交 然后汽车自驾 然后加油站 然后维修站点等等等等 通过珠海这个项目 我们会总结一些在中国 比如说租资平台这方面的经验 然后推广到全中国 比如其他省市部门去 借助西门子近百年的交通管理经验 遍及全球的成功案例 领先的技术和多样化的解决方案 无处不在的数据 可以让市民出行更加便利 让管理更加高效 也让城市更加宜居